我妈交了25年的社保 现在到了退休的时候 第一笔退休金已经发放了 到底有多少呢 对本期视频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先给这个视频点个赞 点关注 您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最大动力 我妈是在湖北荆州老江那边工作 主要是在工厂里面处理一些污水排放的 我呢是在湖北武汉生活 前段时间我这边工作忙完了 我就回了一趟荆州老家 陪他呢去办理了社保退休 那现在呢 他的第一笔退休金已经下来了 他以前呢也在武汉这边工作 就在前面不远处的一个服装店里面 然后做销售的 然后年龄大了之后呢 就没办法去工作了 我呢就来顶低他的岗位 我呢也在前面的服装店里面工作 每天呢这边生意真的是好的不得了 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干多少年 老板呢也是在帮我交社保 我妈当初啊 她还是读过中装的 在那个时候啊 算是高学历了 以前那个时候八九十年代 读过中装的 算高学历了 那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妈的同学呢 她读完中装以后 就去报考了老师教师这个职业 然后她呢拿多少退休金 她也是交了二十五年的社保 然后呢也退休了 然后她同学年龄大一点 工作的时间要早一点 所以呢第一笔退休金顺利发放了 她每个月交的是一千八百块钱 她同学 然后连续交了二十五年 是学校帮忙代交的 然后呢给大家说一下 到底退休的呢 就是就是每个月养老金多少钱 那最近呢就是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没有办法去工作嘛 就是很多人选择自由职业 那她自己选择的 比如说做生意的 摆摊的 像这些有些店铺啊 她属于私人老板 没有公司呢 然后她就自己去交社保 然后有些公司啊 她也没办法跟她交社保 没有这个权利 然后就自己呢 选择自己交 刚开始觉得太麻烦了 然后就找个公司挂靠 最后呢 去帮你社保退休的时候 被工作人员卡了一道 因为要按规定流程来办 就是她要提分一份工资的流水 你要想一下 这挂靠公司的社保 根本就不会管你这个流水的 拿不出来呀 然后她只负责收钱 并不负责处理这个后面的事 所以呢就一直被卡着 所以朋友们 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啊 挂靠公司啊 省不了几个钱 那我再说一说 我那个老师呢 老师住的家就在前面 那个房子里面 可谓是市中心黄金地段啊 然后平时呢 没事的时候啊 主要是以地铁过去上班的 非常的节俭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街头啊 真的是人上人海 这附近呢 也有很多美食街 然后我不知道 这些人到时候退休之后 养老金有多少 那我那个妈妈的同学 她的养老金 拿了多少钱呢 就在前面那个房子里面住在啊 然后在附近的一所初中里面 当老师 教的是语文 据说呢 帮你的学生的成绩都还不错啊 看到她真的是教导有方 同时还兼任帮主任呢 然后一个月交一千八 现在每个月退休金 大概有三千六百多块钱 大家感觉这个退休金多还是少呢 我再来说一下我妈妈吧 我妈妈呢是交了二十五年 每个月交一千四百多块钱 然后现在拿到手的退休金 居然只有一千一百多块钱 少交了四百块钱 我也不知道是 呃 反正为什么退休金会相差这么多 大家感觉这个退休金啊 一千一百块钱 怎么样 我妈呢 因为我一家里呢 我是也就是 她生了两个儿子 我呢 已经结婚了 然后呢 还有个弟弟 现在不能在上初中 他一千一百块钱 本来可以告老还乡 不用工作了 可是呢 房子啊 车子啊 彩礼啊 都还要急需去筹备 所以呢 在农村老家 找个地方呢 也开始自己的拼命的干活 搞点养殖啊 什么的 也没有选择安逸的退休 到了这个年纪啊 一辈子没想过什么服务 到退休了 还是要拼命的干 因为他说这个一千一百块钱 对他拿真的是微不足道 一下子就花完了 我说你也花不了什么钱啊 他说 你弟弟要这样子 要以后要照顾啊 哎 大家感觉多还是少 你们觉得呢 啊 谢谢大家